要把實際來玩玩看 因為剛剛練習過了 我要把這個燈選起來 那我用被子曲線 鋼筆 好 確定我抓形狀 也不要填滿 一樣的方式 我這裡再放大一點好了 來 我們再放大 好 那我現在呢 這裡是直線 所以我就按一下放開 沒有問題 對不對 到這裡 你看 到這裡是一個直線一個曲線 所以我到這裡先按住不能放開喔 按住不能放開 接著 直線的上面是要固定按住ALT 直往這個方向 對不對 好 然後到這裡 按住 拖翼 但是這樣太高了 這個時候我可以怎麼樣 按住Ctrl鍵 有沒有變成白色箭頭可以縮回來一點 對不對 那這裡我就必須按住ALT 把它轉換 你看這個弧度有沒有很長 所以我這個就要拉長一點 這樣才會影響到它比較多 好到這裡 那我就直接到這裡囉 我就到底囉 有沒有到這邊是轉另外一個方向的 我就在這裡 按住一拉 啊 有沒有這樣剛剛好了 你了解意思了嗎 所以你們下的點 事實上很重要 那 現在上面固定了 按住ALT 有沒有收回來一點 因為這個弧度沒那麼多 我就收回來一點 放大 好 然後我到這邊 我到這裡 按住 拖翼 等一下 回到這裡 好 重新點到它 好 點到這條線 點到這條線 好 在這裡 點在這邊 那我就 接著它 你再 點它一下 各位這個你會吧 接起來 就接到這邊 好 現在接到了喔 那我就在這裡拖翼 有沒有 拖翼一下 好 右邊固定 左邊是往這個方向 它也有一點點的弧形 所以我 差不多拉到這裡 可以再下來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 到這邊 轉腳 按住 有沒有拖翼一點點 好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要看喔 看它什麼 後面 哇 這個好長喔 你看 拉到這裡來 可是 事實上我只需要什麼 我可以叫它 拉到這邊 好有沒有 比這個高度高一點點 這樣就可以了 你看我到這裡 按住拖翼 有沒有這樣就扁扁的 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 不過 現在我看起來不太夠 沒關係 我先回來這邊 按住 Ctrl鍵 有沒有可以再調整一下 你看 那我就這邊按住Walter 我再把它確認 好右邊的可以了 我就來這邊 因為這又是小小的弧度 我就一點點 按住拖翼 有沒有這樣就有了 然後按住Walter 又往這個方向 這又是一個弧度 好一點點 好到這裡 按住拖翼 一點點 所以我們平常就是像這樣 邊做邊調 那這個不夠喔 怎麼辦 按住Walter 你這一段很長耶 所以我就需要拉高一點點 拉高一點 有沒有 我拉到比它 最高的點 再高一些 這樣我就可以影響到它 你看我在這裡 按住拖翼 有沒有感覺這樣畫起來就比較順了 好剩下的是往上 往上往上 往這邊 可是這個弧度不高 所以就一點點 有沒有 比它最高點 高一點點 到這裡 按住 拖翼 按住 好按住Walter 有沒有這邊決定了 往上 那因為這後 接下來就是直線了嘛 所以就沒有問題到這邊 再到這裡 最後再結束它 這樣有沒有感覺到 我就把它畫完了 所以其實我們 貝斯曲線 它的目的 很多時候就是 你要做這種 瞄邊 這邊 我們就是用這樣 然後再把它 如果它是入鏡的話 我就可以把它再轉換成什麼 貝斯曲線 轉換成那個 選舉區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是 給大家稍微看如下 你可以像這樣 我就可以把它選起來 因為 我們剛剛做的形狀 它會自動在入鏡 也會產生 這樣有沒有對貝斯曲線 比較了解的 因為我們今天雖然不是 講這個 我們講的是AE裡面的 但是它的基本的使用方式是一樣的 你看我們的AE裡面 你不要忘記了 這裡有沒有鋼筆工具 你覺得有沒有一樣 這樣了解 但是有一個 是 Photoshop 雨打吹的沒有的 有沒有看過 Photoshop 雨打吹的沒有羽毛 Photoshop 雨打吹的有羽毛嗎 沒有吧 因為羽毛是用來做羽化用的 這是AE裡面才有的 我們目前 Photoshop 雨打吹的 我印象中應該是沒有 這裡面你看一下 確定沒有 有沒有 這樣了解囉 好所以我們的貝斯曲線 先暫時到這邊告一個段落